台湾云林 古坑 草岭地质公园 山林步道云林之秋 木马苦道 青蛙石 水莲洞瀑布 今日自驾车上午6点30从桃园出发 将探访云林草岭地质公园 这地质公园面积广阔 景点特多 远下来到第一个景点 山林步道登山口 登山口有一座隐私滩 即凉亭 步道可通达云林之秋 原路返回 接五原两角 再接木马古道 这条山木林山道 全长只有800公尺 步道沿着一座河流水潭 进入上坡路段 整条山林步道 平均大致为40度斜坡阶梯 蜿蜿蜒于山木林中 高耸入云的山木 成片状的分布 森林空气中充满的副离子 蜜人心扉 听鸟鸣 赏 赏 野去 慢慢往上登梯 享受浮身半日闲 这路段坡度平缓 也是家庭亲子活动的好去处 以走完400公尺往云岭之秋前行 还有400公尺路程 眼前的山木林 每根树干直立修长 树群集中 展现山木林绿野蓬勃的气息 一个小时后 走完美丽的山林步道 继续向云岭之秋探访 大约100公尺距离 来到云岭之秋入口 入口是一缓破的10阶梯 一路杜鹃花遍布 不一会儿来到了云岭之秋最高点 官日平台 这云岭之秋跨三个县 云岭县嘉义县与南投县 海拔1630公尺 最高三角点有一座艺术家 珠名的三人形雕塑 每一雕塑人只向三个县的方向 巧妙的成为云嘉南跨三县的特殊地理位置 前面有一座高耸的观景台 我漫步地走向观景台 这里是观日出夕阳云海绝佳的视野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观 时而云舞鸟鸟飞舞的山南 云海滚滚飘忽 因此这云岭之秋被称为天空之城 眼下满布茶园 称为三陵峰饼茶 登上观景台 在这观景台上 三百六十度视野 广大的茶园 其远处山川美景 尽收眼底 可观赏到西方山下 佐水溪沿岸的城市的分布 与壮与壮丽山河 佐水溪蜿蜿向溪流 蒙蒙山巒水溪而行 东边是高手的山脉 从景观台下来 秋夏有树家摊贩 其中有一家山林峰鸟鸟… 明茶店销售云岭之秋的茶叶… 另一边云岭之秋的出入口… 離開雲嶺之丘 前往莫瑪古道登山口 見到五圓兩角竹亭綠色走廊 莫瑪古道登山口正在建設整理 順著路標 進入莫瑪古道起點 持古道全長2.3公里 整條步道斜度在35度以下 是老少賢夷的緩脫步道 一眼望去竟是竹林 以孟宗族為主 孟宗族雖情聚但不密集 每一根獨立圓滾鼻子 向上生長可達28公尺 我看上去景觀有點像四川 南部的俗南竹海 來到500公尺路標 這樣望去也可稱為竹海 每一隻夢中竹的竹筍 如一座寶塔 冬天採收 所以稱為冬筍 是誰呀 夢中竹名稱的由來 早在中国三国时期 有一位名梦中的孝子 成为吴国后期宫廷的重臣 他的母亲很爱吃竹笋 一次冬至十节 母亲想吃竹笋 但此时不是竹笋生长季节 梦中无法为母亲找到竹笋 只好在竹林中悲弃 正悲弃地面长出竹笋 因此梦中采下竹笋 拿回给母亲吃 人们认为这是梦中自孝感动了天 成为中国二十四孝的枯竹生笋的由来 后世人将这类竹子称为梦中竹 是中国南方人重要的食谱 冬水 竹林中几乎看不到一棵树 据记载本来有许多树共生 可能因涉气成为竹海的景观 树都被清理了 这里可看到遗留下来的新鲜树根 连伦七夕 这是谁啊 这是早期的碳窑 也可证明当时这里有许多的树 旁边留有一座早期的碳窑 在竹林中走完2.3公里 来到木马古道最高点 这里有一座特别造型的凉亭 这里是木马古道的观景台 山谷风光 当地人说 秋天时山南升起 云海及枫叶红是其特色 宝塔市的梦中族东顺 离开木马古道 驱车来到上平商圈 经过商圈 前往青花石 及水帘洞瀑布的停车场 探访过青花石与水帘洞后 回头再逛商圈 水帘洞 水帘洞与青花石步道 圆清水溪 眼下所现岩壁 整片岩壁延伸到水帘洞 前面所现位置 就是水帘洞跟青花石 这水帘洞的瀑布 岩壁顶部没有水源头 下雨后才有瀑布水冲下 现在只看到水帘洞 其实就是岩壽 下雨后从洞内观赏瀑布帘 现在干旱 岩壁上只留下流水的痕迹 下雨后瀑布的外观 从青花石步道看水帘洞及其瀑布 面对清水溪 青花石步道登山口就在水源洞的旁边 沿着石阶梯往上 沿途有崩落的大岩块 看来这条步道连久失修 处处要小心前行 15分钟后 终于来到了青花石下方 岩壁的上方 有块岩石 形状真像青花 大自然的回虎神功雕塑而成 整片岩壁呈现风石与海石的蜂窝岩 表示这里数亿年前 很可能是海底 继续向上前往青花石顶部的观景台 沿途有许多岩石的大裂缝 向下看到清水溪及水莲洞前面的广场 步道木石的阶梯 许多都已虎神功雕塑 攀登时要特别小心 15分钟后 到达青花石顶部的观景台 从眼下路况观察 长时间来这里的游客极少 在观景台上观察到清水溪 溪谷的景观 继续往上 来到水莲洞天梯 这是一座不锈钢建造 向上的螺旋状天梯 连着阶梯往上分 共六层平台 到顶层平台 到顶层时 视野辽阔 观赏到清水溪美丽的山河 原路返回水莲洞停车场 回程经过上屏商圈 这里有一家大饭店 许多土产中 以苦茶油最多 这是压出苦茶油的茶址 下午四点 至此完成云林草岭地质公园的旅游 自驾车回桃园 已是下午八点 谢谢观赏